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谢谢李家超先生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友嘉 警务署前署长邓景成 和李家超相识达到25年的少数族裔代表 在东澳女子乒乓球团体赛 拿到铜牌的女将杜海琴 在东英奥运会前 亦去了国家队特训了半年 我更感受到国家对香港运动员的后爱 我深深明白到成功不会靠一个人的力量 还有港大深圳医院院长盧崇茂 新冠疫情确实揭露了香港医疗维生中 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期望在我们医疗卫生界里面 要万事以大局为重 以专业为重 以我们病人的福祉为重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 亦有上台发言 全香港社会更需要上下同欲 要减少空转内耗 要有大局思想 有集体意志 有奉献精神 有处理好小我和大我关系的意识 我对香港的未来有信心 李家超在台上重申他的施政理念 又透露因为小时候一次被劫的经历 令他决心要保护市民和弱势社群 就是一把弹弓刀 大约有四寸墙 我当时没有钱 所以胸口捱了好几拳 我是害怕的 但亦是第一次感受到 当你是路不敢言那种无助的感觉 所以我选择职业 第一份就是警察 李家超强调当选之后 会和其他人共建充满希望的香港 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让香港可以大步向前 没有后顾之忧 智慧在民间 我的施政理念 并不是单靠我一个人 或者政府单方面去做事 我会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团结起来 共同解决问题 在5月8日 如果我成功当选 我和香港市民 将会共同做一件事 就是同为香港开新片 多谢大家 多谢各位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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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